主席 張部長還有一位各列席官員 是不是請張部長 我們請張部長 另外好 部長 我請教你 你所說的證所稅 已經演變成政治的問題 那實在我不曉得說 股民對何時課稅的恐懼在哪裡 我想這句話是出自你的口裡 所以說你希望保留何時課稅的選項 是因為至少虧損的人還可以申報 申報這個前免是不是 就是說官員報告 所得稅本來就是何時課稅 那如果沒有何時全部涉算 就比較像證教稅一樣就是涉算了 所以我說保留何時比較符合所得稅的規定 那你認為說禮拜五我們要通過這個證所稅的版本 那這個修法 那你認為這個英寧的看法還是要保持 我認為原來國民黨團版是很好的 它就是千分之三裡面有千分之0.5是所得稅 這個千分之0.5設算跟何時可以讓國民自己選擇 那選擇大家選擇設算就是跟大家的目的達到啦 不過保留那個何時比較像所得稅 他覺得我虧損的可以選擇何時 因為整個目前這個台股不確定因素 我認為就是受這個干擾也是有 那我一直認為說其實這個 因為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知道這個證所稅的問題 因為從過去國安農當部長一直到前一任的部長 那造成說每一次只要提到這個證所稅 就衍生很多股市大幅度的下滑 造成不確定的因素 那我認為這確實是也干擾很久 那這次當然國民黨修出的版本 裡面有證所稅有證交稅那涵蓋在裡面 那因為這個還有一個問題部長 因為很多那些券商他們認為說 以後要是用那種何時的做法 對他們會造成手續緩雜 比較難處理 那要是說以設算制當然以後就是一勞永逸 那要是有的人選擇我就是何時 那造成後續還是很多的這些後續症主要 當然我原講的是沒錯啦 不過跟像日本的經驗95%以上 大概都會選擇射算啦 那選擇核實的人很少 我知道啊他問你5%的人他要是選擇核實 那到時候也是 演成很多智智節節的問題出來 那部長 那你認為說你還是尊重我們 我們尊重完全尊重 因為這個東西事實上剛剛委員講的 分分擾擾很久啦 最好就是趕快落幕 趕快落定啦 因為這個事情確實 衍生很多的後遺症出來 部長 前十個月齁出口 年減9.6% 那媒體報導說財政部官員表示 受到全球需求疲弱的影響 那各國貿易也一樣受到同樣的衝擊 那今年包括中國大陸 韓國和新加坡和日本以及都已經呈現了 衰退的這個整個現象 那請問你認為這種全球需求疲弱 這種狀況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現象 當然短期要好轉不容易 但是我們從我們國家的數字看起來 慢慢的在轉折往上 所以前面三個月減幅 從14.8%到14.6%到這個月11% 那你認為到11%是不是已經到了經濟 這個景氣的這個谷底 這樣啦 因為我們看到經濟部的出口訂單 減幅也在縮小了 那另外看到油價上漲了 然後接著光棍節歐美的旺季 我們認為這後面兩個月應該會有好轉 會往上爬 部長 因為這個財政部統計處長說 今年明顯呈現旺季不旺 淡季不淡的這種趨勢 那未來兩個月出口表現 英與十月相去不遠 那第四季出口已經南百脫離負城場的走勢 那不過第四季出口減幅會比第三季小 那請問明年第一季是淡季 那你認為能像今年年初一樣呈現淡季不淡嗎 我認為明年第一季應該就會好轉起來了 你認為會好轉 那你認為明年的景氣狀況會不會比今年好 會 會是 對世界各國的預測明年也會比今年好 所以說你就是根據世界各國的預測 是 因為也沒有什麼根據 有啊 就各國的意思 IMF的Global Insight 這些數字而看 都當然動能沒有很強 但比今年好 絕對會比今年好 那個部長 有關於台灣要加入亞投行 那馬西會後記者會從統說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會中表示 會以適當方式讓台灣參加 那請問中國願意接受的適當方式 是不是已經和台灣官方有共識 有沒有 還沒有談 但是我們的底線 我們用Chinese Taipei的底線 在各個媒體報導 在一些場合 他們都知道了 包括五月我去亞塞拜蘭 跟金力泉先生一起吃飯的時候 都談過了 所以沒有正式的談 但是他們了解我們的底線 而且我們參加APEC 也用Chinese Taipei 去北京參加也用這個 所以我相信他們了解了 那個部長 你說台灣已經多次表達要加入亞投行的意願 但是到目前為止 講這話也沒有什麼進展 那是什麼原因 才造成說沒有什麼進展 委員因為亞投行還沒有正式成立 所以他還沒有開始受理新會員 所以不可能有新進展 他等到年底正式成立運作 才開始接收新會員 那個部長 因為馬錫會 看起來中國已釋出善意 但是看到 看得到是一回事 做不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請問部長 你希望台灣能在年底 以中華台北的這個名稱加入亞投行 這個底線 我想我們政府是不是就是這麼堅持 沒有錯 這個院長總統都多次表達過了 就是平等尊嚴 然後在Chinese台北這個名義下 那你認為我們在馬錫會後 中國方面 這個有沒有這個軟化的跡象 你認為中國方面是不是應該 無條件來接受 這個中華台北的這個底線 因您看 我看會 因為習近平先生都公開在國際場合講 歡迎台灣適時加入 那我們的底線他們其實又很清楚 這句話代表了他們應該會接受 所以說部長很有信心是吧 是是 部長 因為媒體報導 這個銀行滿手都是爛頭寸 那這個利差又低 再傳出公股行庫 技術性的拒收一些定存 但台銀土銀漢核庫 昨天都表示說 依規定不能拒絕乘坐定存 一定會尊重客戶的意願 那請問爛頭寸 煥爛的情形 財政部到底部長你清不清楚啊 報告委員 這個情形其實是長期的事 我們存款大概接近33兆 放款23兆 所以我們的 Idle Cash爛頭寸 所謂的爛頭寸 大概都有10兆左右 長期存在的 那你認為我們這些銀行 有哪些方法可以消化 這些超額的這個閒值的存款 因您看 當然其實就是 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 加速投資 譬如說我們吸引民間資金 釋出投資機會 讓民間去貸款來投資 這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投資機會要改善 但是問題 先前我們政府一直在 要求說希望 推動一些重大的公共建設 然後這些公共建設 也由民間的資金來參與 然後銀行來配合 但是到目前為止 講實在話 也並沒有 有我們今年簽約已經將近1000億了 有1000億 有 其實那個 部長 因為先前其實 我已經有跟一些行政單位都提過 因為我們都知道 那時候房地產非常景氣的時候 非常好的時候 現在這段時間當然不行 那其實新加坡是值得我們做一個借鏡 你看新加坡它填海造地 那你現在講實在話 我們國產署所賣的這些土地 跟行情甚至於品行情還貴 所以說我認為有一點好像類似 這個我們公家機關在帶頭 在炒作 我甚至於會跟那個先前那個 那個國產局那個張局長 我都跟他提過 我說行情沒有那麼高 你拿的那麼高 你說要民間土地說要多低 而且要房地產多低那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現在你們都用那種 我原事的那種評價 然後評價以後 他又將臨近很多的土地 來做一些這個等於是倒著算 所以說有時候都比市價比行情還高 我認為說這些都是問題 我請國產署在估價的方面來加強 因為以前是你賣給你要正常來申請 是公告限制加四成 現在不是全部都是行情價 對 那個是徵收 你徵收今天轉個假度來看 以後政府在徵收土地方面完全就是 這個束手無策 為什麼你實價嘛你就試價 因為你要放給人民的也是試價 當然你要給人民徵收也是要試價 所以說現在公共設施 你有沒有覺得完全沒有辦法 政府完全沒有辦法去徵收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那些沒有辦法徵收 你一些公共建設要推動 哪有辦法 根本就不可能對不對 你這個本來十塊可以加四塊 十四塊可以買到 你現在變成要三十塊四十塊 你給民間徵收也要三十塊四十塊 政府沒有那麼大的財政啊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 有探討的空間 以前還有一些公共建設可以推 現在幾乎全省停擺啦 我相信部長你很清楚 一個政策對你可以照無全民 不對的話你看 你剛剛爛頭寸一堆 對不對 政府又沒有作為 因為你要推動 你要花那麼多錢來徵收土地 你也沒有錢 這個都是問題啊 對不對 我認為財政部在這方面 要好好的走走去探討 好 謝謝 部隊的政策就是要調要修要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